其实现在坐新能源车有各种不同的势力 您怎么看待这不同的构架 它们的前景哪个你觉得更有发展潜力呢 我们觉得从衣食住行来说 行的角度来说市场空间极其巨大 所以新势力跟传种势力都在有快速的布局 尤其新势力作为把出行 作为一个移动空间的一个代表 所以他们可能把希望以出行为一个场景 可能实现更多的一个应用 所以在互联网各方面来说 新势力都在加速的投入 而传统车企的话 由于在造车领域有巨大的优势 所以目前来说应该表现的还是总体来说比较优秀的 而造车新势力中 比如说像蔚来、威马、小鹏这些企业化 现在来说也算是一个展露头角的一个状态 但是从数量规模来说 它们还是在新能源里有占比比较低 比如我们测算在上半年的话 新势力在新能源里占比 大概在6%左右的一个销量比例 真正95%左右的比例 还是传统车企的新能源生产 那你觉得未来这个比例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我们还是认为传统车企有它巨大的一个优势 尤其传统车企发展新能源车的话 它们有自己的一个政策的需求 而且有自己转型的一个需要 同时的话 比如说不管是国际车企还是国内车企 它们都希望把新能源车作为一个 从一个制造商到一个出行服务商的 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未来转型的趋势 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 所以投入都比较大 而新势力造舍企业的话 目前来看由于资金使用成本相对较高 而且外部势力的耐心 有时候并不一定很强 所以它们的发展应该说面临着更多的挫折 所以传统势力跟新势力的这种竞争中 我们还是对传统势力抱有一个很强的信心 对新势力的这种耐久性跟可追性 还有这个技术突破 还是抱一个观望的态度 Mickey Mouse 对新踵到来 感谢观看